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没有过风之前 我们很多主力就会 你好毒 你好毒 因为他没过风嘛 他肯定要打 要洗 你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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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说越离乎 我越听越不吐 你好毒 你好毒 好 那么为什么毒呢 因为我们前面早上和大家说过一句话 叫大家不要开心仓 最好的是做自己手里面的个股 是不是这样说的 那一旦发现他没有有效过风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震荡洗盘 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 手上的股票到了左风 开板 放量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应该出了 或者是减长控仓 对吧 那么我和大家讲过是一个波段性的 尽多很多股票就打出了单枪 为什么会打单枪呢 他因为他要侦察左风的压力 侦察左风的压力位 那么他一定是使用一个侦察兵 来侦探一下 侦探不过 再往下打 很简单 那么我们看这个大盘 用我们的这条太极线 刚好是在这条线 今天最低 我们定的下线是多少 下线是三十二二 今天最低 精准处击它的虚顶 也就是说走势抢劲 可以取虚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基础 如果成为了合力王牌 也就是还差几天 还差两到三天 是不是 那么远帅柱就形成了 远帅柱一形成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过顶 所以说在这一阶段 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涨防跌 对吧 是不是应该看涨防跌 我们是应该看涨防跌的 而不是说使用的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 应该是拿着股票不动 掌停板 开板从掌停打到跌停 我也不动 是不是 然后从撬板上来 拉一个恐龙波 从跌三个脸到拉七个脸 我也不动 反正一个字就是不动 那很多 你可能从赚钱变成亏钱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今天的开盘价 是多少呢 是33多少 是33的多少 今天的开盘价是3411 那么它的最低点是3432 那么我们依然维持我们的这个三线 也就是3432 这个点最好是不破 有效突破3458点 将这个3422的十顶 你改一下就OK了 好不好 三线就这么看 也就是不过左锋 我们暂时性能不能看得很多 他有一种突破左锋 还没过 他过了没有 他还在这里做濱临城下 他在这里做濱临城下的王牌构建 那就是说他在这里形成了一条 金街 形成过顶王牌柱 他才能够看涨的 才能够真正过风 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就应该坐到这里 好不好 我们三线就这么简单 只要过这个左锋 我和大家讲过 过这个左锋 就上看我们的 这是多少啊 和大家昨天画了线的月线 月线是378点 好吧 那么过去了之后 他可能还会下来保一次顶 保一次顶再上 首次过 是不是带有试探性啊 更何况他过都还没过 首次过左锋 往往带有试探性 对吧 那他他还没过左锋呀 但是他过了左锋没有啊 他还没过呀 他还在这里做王牌的构建 没过左锋 那是不是应该你们在这个地方 我和大家说 虽然说是持股待涨 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波段 一只股票到了 四板不锋 应该怎么样 四板不锋应该先走吧 对吧 掌停板打开不回锋呢 应该先走吧 这是一个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们简单说 那就是盯住这条线 暂时 就是这条线不破 你看多 好不好 但是不过左锋 继续高抛 不过左锋呢 我们继续高抛 好吧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缩三一的 是缩量 但是你们发现 他的架住的实体 是不是变小了 他架住的实体 是不是变小了 架住的实体 开始变小了 虽然是缩量 架涨量缩的形态 但是他的架住的实体 在变小 主力在这个地方 使用的是小心翼翼 是不是小心翼翼啊 小心翼翼 所以没过这个左锋 正是过这个左锋之前 我们还是要 谨慎一点点 好不好 谨慎一点点 因为这量 他的架住实体在小 好 那么明天 能不能跌破 他的这个地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 明天是怎么样啊 明天最好是 三四三八点都不要破 是不是 三四三八点都不破 然后呢 再来一个跳空 就是最强力 然后形成一个什么呢 形成一个 继续架涨量缩的形态 就会成为一个攻击形态 你不然的话 他就会逐步走落了 大家说对不对 一旦出了阴 大家说 一旦出了阴的话 他就会下来找什么呢 他就会下来找这个底 大家说对不对 他就会找这个底 是不是找这个底 就要找三三七三这个底 然后再做叙事 再上去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再叙事再上 千万不要在这里 我们说了 我们看多是看多 但是不要盲目的看多 明白了吧 不要盲目的看多 这是三四三二点 他今天打得很精准 好不好 打得很精准 好 这是一点 好 这是说大盘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来看 你们看 在这里有一波 就是怎么 有没有过风 他就怎么也过不了风 你看到没有 这是多少呢 三四五八四走风 他是最高打到这里 对吧 然后打下来 在尾盘拉上去 我们看他的低点 他的低点 是不是三四三二 回到了三四三二 对吧 所以三四三二这条线 我们要把它牢牢的盯住 好吧 三四三二这条线 牢牢给他盯住 不能够破的 好吧 一破 他就下去了 一破下去 他就要重新做一个 凹再上来 好不好 好 这是来 好 就是什么呢 你们看 涨幅居前的是 食品饮料和大家说过 食品 农林牧鱼的总业 农林牧鱼的总业 农林牧鱼 然后就是有色黄金 和大家讲的 有色和黄金 然后就是钢铁 钢铁的 我们有一支票 你们看 没人看好的 叫金工钢购 跌下来 反而还创新高了 对吧 这是钢铁 然后呢 涨停板居前的化工 和大家一再强调是化工 化工 对 在这里呢 你们看 新轮的横力 又打出了掌停板 对吧 最强力的 军政 昌州明珠 这是几支的 就是 这是化工 一定要在里面去看 好 再看呢 汽车内 新轮车 新轮车在这里 很多票都走出了回马枪 是不是 走出了回马枪 然后就是个电器设备 电器设备 其实里面很多 涵盖的 就是光伏 有电线 电缆 光伏概念 这是 然后就商业联署 新零售 新零售 在这里打出来 就是四支掌停板了 华智九行 当时 这差不多有五支 是商业联署 然后呢 就是 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 稍微的一强一点 好 从概念板块来看 就是 国防军工 对吧 国防军工啊 力军股分 继续打出来 一支板 对吧 福田汽车打出了一支板 东方 打出了回马枪 东方电路打出了回马枪 这 中国核件打出了回马枪 这几个 都是和大家重点强力 并且我拉听 和大家说 假云金阳的个股 一定要高度注意 好 然后就是华为 特斯拉啊 特斯拉尾盘 又动了一下 特斯拉尾盘动的 就是直线风版的 有天气膜啊 那最强的 肯定是 精微股分 对吧 最强的肯定是 精微股分了 就是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跌幅俱全 好 从它涨了也是 人造肉 人造肉和总业 我们在这里 有三支票 大家仔细去回想一下啊 我们稍后来 仔细和大家来 详细讲 那么从 跌幅前面来看 你们看是不是 新科技 新科技在这里 是跌幅俱全 是概念板块的新科技 跌幅是俱全力 所以说 只有新人员合力 没有新科技的合力 加上 我们的 什么 加上我们的这些 证券 银行 这个保险等 只有保险尾盘拉的 但是量能太大了 他就说量能大不大 他量能太大了 只有保险拉了 所以他们这些权重 金融在打 他有没有公关的意思 大家说 金融和权重 往下打 他有没有公关的意思 他没有公关的意思 第二 合力 合力上面来看 新科技一个都没搞 新科技继续在打 他有没有合力 新科技 他也在往下打 他没有合力 所以说我们要干什么呢 这里只有什么呢 只有一个 消费类 总体来看 是不是消费 大消费局前 只有大消费 对吧 只有大消费 在前面 所以说 然后呢 再只有一个新人员车 我们那个新科技没有到位 好 你比如说 你看 我们只看一个 元气件 半导体 这里和大家讲过 他必须在这个王牌 要形成什么 要形成王牌 现在有王牌吧 这个长腿 是不是形成了王牌柱了 长腿形成了王牌柱 那么他上攻 每一级的左边 都有个大阴 那就必须一拉一打 一拉一打 明白吗 和证券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能不能 做什么 我们不能够 这是王牌 他必须合理 他在这里 是要形成一级金街 才能上去 他在这个地方 形成金街 才能上去 他是一拉一打 一拉一打 他只有拉了 你卖点 然后你不卖 他就打一下 所以说 他的节奏也要踏准 对吧 他的节奏 我们依然也要踏准 这是肯定的 好 再回过头 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证券板块 我们一定要把它当风向标来看 这是谁 好 证券 证券我和大家讲过 在这个地方 他有没有站稳最近的大英司令 有没有 没有站稳大英司令 他是不是叫洗盘 他怎么洗呢 要把左边这些筹码都打下来 对吧 好 你要盯住什么 你要盯住这个背量不穿 高量不破 下方盯住他 上方要过他 简不简单 所以说 在没有过这根大英之前 你只能往下低吸 而不能是往上吹涨 你们看 证券一拉 吸得哗啦 你看证券一拉 拉得对不对 不对 他往拉是来探测压力位 没有站稳 没有站稳 他就啪下去了 你看 在这一阶段 是不是他带的 他就把我们就带下去了 把这个大盘也带下去了 对吧 所以一定要看到 把他当风向标 你盯住这条线 你盯住这条线 他不破 杨盖英 站稳大英司令 自然就把他给干掉了 我这样说的清楚吗 能不能明白 我们也是和他一样 这个证券 他什么时候站稳这个大英 我们的大盘 什么时候过着我风 明白了吗 证券什么时候站稳这个大英 我们的大盘 就什么时候过着我风 那么下面他回调 是不是我们大盘要跟着往下拖一拖 他也要跟着拖一拖 好吧 所以说尽量不要做追涨 尽量不要去做追涨的 这个大金融 好吧 好 那么看保险 保险呢 在这里的 我刚才提醒了大家的 反正我先走了 我不管你走不走 保险的老大是谁呀 保险的老大是谁 是中国人寿 对吧 好 中国人寿 你们看一下 中国人寿 那么在这里来了以后 是高 是一个来 这是不是个高量啊 是高量吧 那么他是高量 他尾盘在这儿拉 对不起了 我就先出了 我要先出一下 出完了之后 是不是T4 是不是T量柱呀 T量柱常态 是要看跌的 他是某工和某桃的温度鸡 那我们再来看 他高量不过 挑工补不补 对吧 高量不过 挑工不补 我们确认了再来 这就很简单 所以尾盘 我先要先走 好不好 这是一个 我拿了这么多天 我和大家 我拿股的话 我不是像大家这样拿 我们为什么和大家 讲了一个道理 这个票很简单 你们看 在这里是涨幅 还可以 对吧 那么他下来 是不是缩量的 缩量之后 这里有个高开 故意的一个跌 然后缩一个涨平板 你们看 这个阻力 是不是上方 他有解方的意图呀 他是不是想上 我只问大家一句话 他是不是想上 他想上 好 想上之后下跌 他刚好踩到 这个鸡元帅之后 是不是出了一个次养 黄金现在养个鸡 在这里伏击了 伏击以后 你看伏击以后 那么我这个次养 只要能做出王牌 我慌不慌 你看 一天两天三天 那么王牌键等三天 一二三 是不是王牌 就形成了 有了王牌 伏击了 就不怕了 接着 一个零号跳功 再一个零号单枪 对吧 单枪 高亮看天 不管他 好 只要他背量不穿 高亮不破 我怕不怕 不怕 拿 接着在黄金 零好的 来了之后 之后再来 一个王牌 有了吧 接着再洗盘 他在这里破不破 他不破了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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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在这一阶段拿将近在这一阶段拿着有40%的利润 我今天有40%我是不是可以短线我可以走一下 短线我是不是可以走一下 现在大家要听懂一支票 为什么在哪个地方可以拿票 哪个地方不要拿票 对吧 为什么在这里介入 也和大家讲了 为什么不慌 因为有王牌了 一二三 是不是 再来一个 一二三的高亮不破 背量不穿 跳空不补 慌什么呢 是不是 黄金 阳根 我不管他 跌了 跌三天 说量 说量不破线 盯住邻界 把仓界 还不用盯 他自己掌平了 对吧 所以把这一点的大家把它记清楚 好不好 这个要稍微的一点 好 我们下面进行正式的收听 好 那么有些同学 第一的的确确 我说句 良心话 真的 我带了这么多期的盘 我们19期这期的学员好难带 真的好难带 不管怎么说 我们18期 17期 16期 15期 14期的同学 新进来的同学 他也是这样 他先说两句 说两句 他有一个抵触情绪 但是后面呢 慢慢慢慢的 他就听话了 但是这期的学员很不听话 真的很不听话 一再强调几率 一再强调 依然 我行我输 他在群里不问 他非要去问管理员 他非要私聊发给我 他群里不交流 他不交流 怎么办呢 然后还要访问 一群的安定票 你为什么不告诉 播放机的收听 我找不到你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说 海格的一群发的 这个竞价 股票 为什么都是跌利 然后还有一句话 说他把你气死 我交钱的 你就应该给我服 我问你 我给你服什么物 这么一个个都像大爷的 说了不听 天天如此 天天都是这样 一点几率也没有 一点几率也没有 真的是一点几率也没有 无知无畏到了几点 这十九期的同学 真理这一期 我跟你们说 像你们这样学下去的话 像你们这样学下去的话 你学不好 你真理学不好 你心不尽 你太急了 你心呢 太急了 真的太急了 好 我们来看 比如 我们有些股票 有一位同学 我讲个真实的案例 这个股票叫做神龙科技 这个股票是这样的 当天 他只听说我们 是一只牛骨 对吧 因为他当时 他说 我们在收平的时候 我们说 这是海南之貌 是农林牧鱼的 一只什么 一只牛骨 并且是驾掌量说 对吧 那么驾掌量说 我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说 驾掌量说之后 要不要放量 他但是不听 第二天直接是高开 直接用涨停板的价格 把他买了 涨停板的价格 把他买了以后 亏了 你们看 涨停板吧 涨停板的价格 天龙吸水打进去的 打进去之后开板了 是不是开板了 来 天龙吸水打进去的 打进去之后开板了 开板之后怎么办的 他开始骂人 真的呀 我不想报你的名字 你给我私信骂人的话 那句话我到现在都没说出来 我也没在群里说 但是我今天重点 用这个知识来教育你 好不好 你说我们见谷 你说我们的欺骗学员 你说我们的欺骗你 在欺骗学员 什么机训班呢 这进来就是挨套你 什么狗屁老师 这是你说的远话 这是你说的远话 但是我不点名 好不好 但是我今天用知识来教育你 第一 这支票当天和大家讲过 只要是加板量说 第二天 第二天 此地区要结合三维政法 对吧 第二 他本身就是个涨停板 大家说他本身是不是个涨停板 他本身就是个涨停板 那么按照开板 我们应该先走人的道理 对吧 连续开板 我们先走 好 那么我有讲过 他高位缩量 好不好 高位缩量 肯定走不远 为什么走不远 价在量先 卖在买先 装在闪先的道理 拿不到筹码 大家说 主力没有筹码了 他给你打什么 他给你拉吗 你们都不卖 你们都 我拉拉拉拉 你们都不卖 我只有打 我是不是只有打 打怎么打 那么只有打除量 那么你们看 价格合适了 你们都吓死了 吓死之后 是不是要卖了 一卖一买 就会有量 那么这个量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量一出来 我们叫证明是谁买的 对不对 那么叫证明是哪一个 好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板后假音 使用千流带涨 有几个战法 并不是说 千流是次日一定要涨 对吧 我们和他讲过 板后假音的战法 讲过无数次了 收平也请您好好地看 第一 次日上涨 为强装 也就是次日要把这个阴柱的石顶给他吃了 对吧 这是一个强装 那么如果不涨 应该是有序数量 三一二一 也就是以备 你们看 他在这里是跳空音 说了三一 是不是说了三一 说了三一没有 说了一个三一 那么好 说完三一以后 盯住的是 回马枪的标准 有没有我们的第二个方案 回马枪的就是假音真羊的战法 就是第二个有说三一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盯住他是回马枪的毛胚房 有底吗 他有底对吧 那个底在哪里呢 你们看一下左车 这是个掌平板 这是个跳空 对吧 好 那么跌到这里来 那么他在这里呢 也是一个低开往上攻的 那么他既然在这里是稍作调整 你们看 今天总业居前 总业居前板块来了 加上他这个强装 你们看他能不能回马枪呢 他能不能回马枪呢 可以吧 是不是 那么我问 今天是不是就回马枪了 你不管他 那么这样的才是符合我们量学的战法 而不是用骂人骂出来的 您觉得呢 如果光靠一个进来学习 如果光靠骂人的话 那您的数字也丢了 您丢了不只是那两千块钱 您丢了是整个您的脸 知识都和一样交给了大家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如果我没讲这个战法 是我的错 你们不听 您跟古跟错了 您要骂人 对不起 我没有您骂的份 好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再来看 第二支票 第二支票叫什么呢 叫龙发总约 那么龙发总约 第一 在这里 同样使用的是板后甲因 请问是不是板后甲因 您看一下 是不是板后甲因 板后甲因使用牵牛再涨 如果吃着不涨 我和大家说过 首先市长要把这个阴柱的石顶给盖掉 请问他盖掉没有 没有盖掉 那么没有盖掉 就要符合第二套战法 有序说量 是不是有序说量 当这只股票 昨天涨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还故意发一幅图 我说龙发总业 有没有异动 怎么异动的 你们看一下 你想一想 有没有异动 有吧 我昨天特意还发了这个股票 你看 那么甲因真阳牵牛在稍作调整 是不是稍作调整啊 稍作调整及善工 对吧 稍作调整及善工 你看他收回了高量底 那么甲阳 他是不是今天经过了这个零号的确认就更强呢 今天零号就是对他的确认 你想一想 龙发总业今天是不是比某一支票 比神龙科技强 我们抄底 我们来干什么强装 是不是直接买龙发总业 那您看 这个标准我教了大家没有啊 这个标准两只案例都讲了 对吧 一个强装都是强装 但是他确认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更强啊 确认的方式是这个更强 那么我们周末选顾发出的龙发总业 神龙科技 是不是今天都涨停满了 对吧 还有一支叫灯海总业 灯海总业如果您昨天看了这幅图 看 这板后高音 是不是板后高音 它是不是缩量上涨过了高亮岭 缩量上涨盖了阴柱的石岭 回踩不破应该怎么样 回踩不破应该怎么样 回踩不破应该进货 好第一次 第二次又回踩不破 我画了这条线 您看懂了吗 您看懂了吗 回踩不破大音的石岭 过不是过回踩不破 回踩不破 形成了驾掌量说攻击形态 是不是驾掌量说攻击形态 驾掌量说攻击形态了 你们看看 走势强劲 直接取虚 是不是取虚啊 先时后虚 微调抓战机 是不是先时后虚 微调抓战机 假扬是要防 没说一定要跌 他一旦确认了 他就是这样了 大家说对吧 你看他今天是低开吧 低开有没有破 这种高亮柱的虚顶啊 没破虚顶 这是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 对吧 我昨天有位同学还在说 海哥登海总业我卖不卖 我看他是个老同学 我给他一个面子 于是乎 我没骂他 我也没有扳手他 我画了一幅图 我说您请看 您在这里低吸 OK了啥 是不是 您看懂了这里没有完 看懂了亮柱和亮线没有完 问 123 这一根阴柱 悄然是不是形成了远率 问 这里两日回踩不破 形成组织又称 是不是 他可以成 基柱的合力王牌 是了吗 他是基柱的合力王牌 那么问一下 你看 当然来了吧 掌停 没说假话吧 那么我们都要静态分析和动态的结合 而不是应该怎么样 而不是应该呀 我们什么都不问 什么都不管 我管他的基 我什么都不管 按照我 以自我的标准来衡量 以自我为中心 你进到基训班了 你就要给我谦虚的 我好管是你的班长 大家说对吧 我好管是你们的班主任 你再牛逼 你是一条龙 你就给我盘着 你是一条虎 你就给我握着 我管你以前多牛逼 你牛逼就不会进到基训班 你进到基训班 你就给我在这里 严格遵守群体力的标准 严格遵守量学的买卖标准 好这是他 那么我们再来看 300370 您看这一支票 他的上公意图 其实很明显 你们看这些票 他其实都在筹码转移 看见没有 都是在这里的 是因为你们看 他的左边 是形成的左风的 形成左风过不去 他怎么样 他只有将上方的筹码往下搬 上方的筹码往下搬 搬来以后怎么办 把上方的人全部洗出来 好 那我说了这个话之后 你看有同学就理解了 那他既然是洗嘛 我就误出来 你看 有同学就这样理解 他说既然你讲筹码搬移 搬移了呢 我怕什么呢 搬移了我就不 他搬他的我就不管 他就有自己一种理解了 他就认为 他既然是搬移筹码 他总是要涨上去的 但是这就没有了量学的标准 对吧 那么我们看 他搬到这里来之后 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刹车 是不是在换挡 加油 然后有个左风 是不是有个左风 有一个左风 那么这个左风对应的 你看往左边看 是跳空补空的位置 对吧 是不是跳空补空啊 你看 左风吧 跳空补空 我画的准不准 所以他画现的时候 一眼就要看到 我们左边 你看左边的位置 好 那他就形成了一条封点线 是不是叫封点线 封点线以后 你们就要注意 他形成封点线之后 这里是有一个板后高亮 这个板后的高亮的收盘价 刚好是封点线 是不是封点线 刚好是封点线 好 高亮看跌 哦 下来了 来走出回马枪 跳空 涨平 好 是不是 你们看这里 他是回马枪很标准吧 说三一 但连续说量的回马枪 很标准 好 标准之后 过 过了之后 这两天 他是不是来回踩确认的 是不是来回踩封点线的 他是来回踩封点线的 两天回踩封点线 然后今天再来个涨停板 请问今天的高亮看不看跌啊 常态看跌 变态看涨 对吧 那么这个票 叫大家来回关注是做波段 而一发出来 你看我这天一发 你看我这天有一天一发了 他们问300370发的是什么意思 对吧 他说一发就跌了 你们看 是的吧 来 看到没有 我叫你要注意它 我昨天还特地解释你盯着这个高亮盯着这个跳空不补就OK了 你看今天是不是低开高走哪个掌机码 对吧 但是说一说你不说都走光 在这里开板的时候又教了大家一招 我在一群提醒的时候是高位股集体开板 高位股一开板 你要注意你的股票是不是高位股 你的股票是高位股 你就要看风单 风单逐渐减少 比如这里一开一拐 我在这里出一半行不行啊 开了 一拉一拐不回风 我在这里出一半 明白吗 你还有一半的仓位 你就盯住它就OK了 现在你还要仓位你就盯住它 好他是单枪单枪次日彩顶零号是要向上 是不是确认了是不是比他要更好 那低开呢 那低开低走他就要有大跌 是不是低开他就要防他跌 高开跳空阳快跟上 跳空阴拉拐心 把你第二天的一半的仓位再出 等他确认到位再把它低吸回去 这样你反复就做这一支票 比如我不是说大家都来做这一支票 我说比如有这个股的同学 你就做这支票 看来看去 哎 休息 买进去一拉就跑 再跌下来买进去 一拉就跑 是这样来做一支股票的波段 您看懂了吗 我现在讲的这个您看懂了吗 那么我们教的课程 您为什么你们课程也不看 啥也不学 课程也不看 就每天跟着买和卖 反正买错了就骂人 你说你们这十九期 这个数字 这不是一个两个同学啊 一个同学两个同学 我不会这样来说的呀 我已经在收评当中 我以前收评从来不提这种问题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同学 我收评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出这种问题 但是这十九期的的确确是 的的确确是做到了 完全不是那个事 好 这支票看懂了吗 那么他为什么开板呢 你们看向左看在哪里 你看 他为什么开板向左看 是不是走风 是不是 是走风 好吧 这是要有个问题 好吧 炒股要有个好的心态 不要急 真的 你说来说去急也急不得 你要是急得没有办法 是不是 好 这是他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支票 叫什么呢 比如 金威股份 金威股份 我们昨天和他讲 在这里讲的时候 大家注意 他在这里是不是有风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风 他有风 是不是 有风没有过去 来 以左边来划线 这都是风 好 有风 那么我们就只按照 我们最近的这个风来划线 上面是一个大营的实力 那么你们看一下 这个票呢 是怎么 今天 是 他是一个 回马枪的急营肆阳 你们看 是不是 回马枪的急营肆阳 那么好 回马枪 我们按1.5个标准来对待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今天零号挑空 我们回踩风铃线 大家说 应该怎么办 来 今天零号挑空在风铃线之上 踩顶472 一分不差 应该上啊 那回踩风铃线 你看 他在这里所有 一次没过 两次没过 三次没过 过了没有 来 一次没过 两次没过 三次没过 这过了 并且是掌 零号 跳空过去的 您说 他是不是就 牛逼了 这也是 周末选股 发出来之后 这一天 周末选股 这一天 低开低走的时候 又有人买进去了 他不管 真的我现在 我就说 你买进去了 那您又按照知识来解套 好不好 以后别私聊骂人 以后别私聊 说这些问题 高开低走 或者低开低走 有大跌 对不对 道三围的构建 是不是道三围 您这一天 不能买股票的 您不能买股票 对吧 那么好 你看这一天 急阴次阳 那我们就可以跟上去了 你看急阴次阳 就可以跟了 这一天就标标准 符合案例了 跟 跟了 急阴次阳了 好 版了 零号跳空了 过风铃线了 这个版 还可以加仓了 大家说对吧 还可以加仓了 那么你们看 那他一加仓 他就现在要进入冲的阶段 明天最好 是不是要放量才行 明天最好 放一倍的量 你不要放高量 放个多少 比他的量能高一倍 比他的量能高一倍 就OK了 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呢 也不强调 好 这是他的 那么你们看 主力 是否在这些地方呢 对吧 他的风在这里 这是假银之阳 这里装架在这里 然后再跌跌跌 洗愁 那么到了这里以后 他为什么过不去 你们看他消化的地方 是在这一阶段 这是个平台 是不是个平台 这是一个平台 好 平台 你们看 这个平台是不是过了 过了之后 他慢慢打架往这里打 一级一级的往上去 一级一级往上去 所以这些票 都是符合牛股的 符合牛股 好不好 好 我们再把这几支 连办票讲一下 就行了 好 滑鹏飞 你们看一下 滑鹏飞为什么会发呢 第一 过高量 第二 跳空过风顶线 第三 零号跳空 没有阴的零界点 但是他今天是高量 高量常态看跌 变态看涨 是吧 记住了 他是高量 那么 他不是梯子板 他是个 他是个梯量板 就要注意这个高量 明天开盘定式 好不好 明天开盘定式 那么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那么这种高量 一旦被确认成价涨量说 他就OK了 好吧 他就OK了 这是滑鹏飞 所以说你不管 高量度一旦 一定要被确认 这是梯量板 实体是看他的底的 321补迫更强 那么梯子板 实体叫小 是取虚的 明白这个意思是没有 梯子板 为什么会收出一个长腿呢 他为什么会更强呢 因为梯子板 他的长腿一踩 他的盘中 干什么 他的盘中吸筹 就着收回去了 证明这个阻力比他 这个 这个板要强 明白了吗 阻力的实力就比他强 这是一个要注意 一定要走出变态 好 中体产业 你看 一过左风 放量过左风 好不好 放量过左风 非常强 接着再放量 今天再说量 对吧 那他也走出来了 放量过左风的票 你不要认为他是发烧住 他发什么烧 这 这是不是一个 倍量涨停过左风 倍量涨停过左风 对吧 接着又是个零号腾空 微增量涨停 很好 今天缩量涨停 那么注意了 那他就要开始 打梯子板那是最好的 对吧 要打成梯子板 最好是今天都应该打个梯子板 对吧 要记住 这是中体产业 尽量的 学习不好的同学 四板 不要去追 好不好 四板不封 你先出后观察 你先出后观察 用这一招 好 你看 柯华 放量了之后 别人是不是拿筹码了 你们自己注意 这个票别人在这里 倍量涨停 零号跳空 放量了 是不是拿了筹码 拿了筹码 别人就直接可以打一字板 对吧 也是一样 好 向右棒 也是 你看向右棒在这里 是倍量涨停过 然后是在放量 倍量涨停 今天 倍量穿不穿 倍量不穿吧 倍量不穿 接着再涨停三板 倍量不穿 高量不破 你看 这是他的实力 这是二一 这是他的实力 他几乎是踩着你 三一二一 看到没有 二一 来踩个 来 虚敌踩二一 他是不是强 他也很强 这是香油棒 是不是 非常强 也是非常强的一票 所以这是 我们先把连板 你们自己去加入 所以说想勤留的同学 你最好是把最近连板的票 都加进去 好吧 想勤留的同学 如果不加最近连板 你一个牛都勤不了 这是肯定的 好 摩文电器就不说了 继续一字版 昌州民族也不说了 打一字版了 同学们 你看 T字版 是不是体现的更好 你看 这个T字版放高量 是不是体现的更好 直接 第二天 来 昨天确认 昨天一确认 今天打一字版 那就要注意了 什么时候开板的时候 要放量的 那么也就说 他明天可能会板 盘中可能要洗盘 明白没有 只要他开板之后 他明天可能要洗盘 那么洗盘就要注意 分时又没有量 能不能再来 好吧 能不能再来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昌州民族 你们看 这个 严格 我们来看 这个票 昨天和大家讲过 是不是又应验了 我说这个票 最好的同学 今天不要去追 是不是这样说的 我这样的票 最好今天 同学不要追 有股的同学 拿着 等他放量 开板 你先走 因为他是 一二三 第四版了 大家说 我说的对吗 他是板后假音 千流也好 还是回踩不破也好 他放了一倍的量 是不是放了一倍的量 放了一倍的量 所以这些股票 你今天不要追 他早上也没给机会你 给了机会没有 没给机会你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板 只要是缩量 在这里 最好这个板 不要去追了 那么 你就注意观察 继续观察 这种票 继续观察 好不好 继续观察 那就OK了 一定要 把它就给确认掉 那么我们再来看 它在这个地方 还是一个羊 是不是还是羊 它还是一个羊 好吧 这是一定的 你看 这个也是 这里 虽然开在这里 但是呢 你们看 左江科技 开在这里之后 预阻了左侧的什么位了 到了这里了 是不是到了这里了 到了这里的话 那是假银 假银正阳 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假银正阳战法 不需要我再说了 什么样的位置 说什么样的话 你看 是不是放了一个高亮 那么 这要注意 好 我们来看一下福田汽车 主要是看福田汽车 我们昨天三多同学 三多同志 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版 有没有回马枪 我说了一句 原话 也就是说 我有点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带有了 个人的情感 为什么要说呢 因为他离左风很近 我是说了一句原话 对吧 我说了什么话 我都承认什么话 我说有点难 但是这是静态 我们来说 它说量多少 说量三一 那么静态分析的话 是我们说它很难 实际走势呢 今天零号 是不是要走回马枪 今天零号 是不是要来确认它 好 高量做到实体较小 我们可以举 你看它开回来没有 开回来了 那么这个版 是不是走出回马枪了 那它也是什么 新能源汽车 也是新能源汽车 所以都是使用的这一招 看到没有 往下一回踩 零号同工 是不是 那么我们 有些同学想打回马枪 也不是说不叫你打 那么你不要在这些地方去追 你比如在拉伸拉起来 比如说我们呢 你看把日向构建分析之后 您觉得您要打回马枪 您尾盘介入 因为尾盘介入安全 它不会再跌了 您说呢 尾盘介入 您介入进去之后 好 那尾盘介入 它就肯定是 今天不会跌了 对吧 那么我们早上来看 开盘 它低开了 这就看盘了 看盘的时候 它就低开怎么办 低开它就要跌了 它就没确认它昨天 对吧 那么高开就要上了 那高开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我们也进去玩一玩 是不是应该进去玩一玩 算多 好 这是一个 你不说就算了 好 OK了 好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位置呢 还是要注意335 好不好 明天你要注意335 能不能过风 过了335 我们昨天说了一句什么话 蓝天白云 是不是蓝天白云呢 要过风 有效过掉这个风 海阔天空 要过掉这个风的 过掉335这个风 好不好 这是要注意的 好 这是福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湖南发展 湖南发展 我昨天说了 有一位同学 我说 叫他退学的原因 他到现在没理解 第一 追 是不是追了 追了之后 杀 是不是 先把我这个逻辑 你们先听完 追涨 杀跌 这两个标准 记住了没有 好 杀了之后 我们应该杀了之后 你们看 这里是过 这是过的 这根大音 对吧 这是不是过的 这根大音 好 回来收盘价 在这个2080之上 过不是过 回踩不破 好 你追涨了也好 杀跌了也好 早上跳跪拉拐了也好 今天 零号 郑三维 我们是不是应该 找盘介入啊 是不是应该找盘介入 找盘介入 上人线往这里介入 是不是应该在 涨停满 追板进去的 那您还是在追涨啊 大家说 您是不是还是在追涨 因为您还是在这一天 追涨 您不知道DC 您只知道追涨 好 绑了 他给我的理由是 他站稳了 这根大音 站稳了 但是我和您说的意思 您要深刻理解 我刚才说话的意思 就是不要去追 要标准伏击 比你在涨停板 追进去 是不是风险很小 风险要小一点 而不是说 我在涨停板上去追 看在今天涨停板 那我就要怎么样了 对吧 涨停板 好 今天涨停板了 今天涨停板 您开始笑了 您说我昨天不应该买 今天还涨停了 您看 您这句话说的我要哑口无言 那就只能说明您昨天追的好 大家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只能说明您昨天追这个板 追的很好 我 我的水平不落 您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我和您说的意思是 不要去追 掌 这个意思 您尽量做到伏击 在这个地方来伏击 您说您在涨停板上去追这个板 万一今天呢 我说个实话 他今天不是这样的呢 他今天不是这样的怎么办 好 那么我们就来讲标准 我们讲标准 第一 这个大英呢 他是过了 而后回踩不破 回踩不破 来一个涨停板 那么这个涨停板呢 占我的左锋 那么今天零号腾功 在虚顶之上 他很显然 今天是不是有点强 是不是 今天呢 就稍微的有点强 这样是一个海南发展 我们一定要用标准 好不好 所教的 我们大家都用这个标准来研判的话 他就走得更好 是不是 好 我知道 今天还有很多同学 有另外一支票 叫做002506 那么这个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票 是当天和大家讲 这个票 是他阻力出不网获的 这是第一天 第二 要大家关注 什么时候 把他给干掉了 我们什么时候来关注 对吧 那昨天 他从 将近搞了个地天板 这是天地板 他是地天板 你们看 这个庄家狠不狠 天地板 加地天板 对吧 好 你们看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到这里来了以后呢 注意了 他昨天是站稳了21位 是不是站稳了21位 那么我们叫防止他来回踩 确认这个21位 对吧 回踩确认这个21位 那注意了 这是他21位 对吧 是不是他21位 那么这里 是他涨停板的底 21位 回踩不破 好 你可以进 进完了之后 你们注意 他今天唯一一招 收盘 没有高于这根大鹰的实力 没有高于这根大鹰的实力 这不算过 还没确认 还没确认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这根本还没过 那么怎么算呢 他没过这个大鹰 大家也不需要太怕 只要守住21位 最好是要站稳这根大鹰 司令 你才能看 总之一句话 明天就知道 强和弱 开盘就知道了 好吧 开盘呢 我们就知道 他是强和弱 这样来看 你们再来看 他在这里是一个单枪 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句话 所有的票 所有的票 这个贾阳 都要来确认一下 所以他今天直接来确认 他的21位 和这个掌平板的底 这叫注意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说也不要奢侈 明天如果上攻 上攻不能够有效突破 这个629的走峰 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看 这是629对吧 今天最高价值多少 625 说明左方压力大不大 说明这个左方的压力大不大 因为他没过去过 他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打个天地板 就是因为629的压力太大了 对吧 629 那么明天只要他不突破629 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应该先出了 好不好 应该先出 这是协心既成的 好 那么还有一支票 叫688-011 当然啊 这支票没有大师兄那只长得好 没有大师兄那只长得好 这个票和大家讲过 这个票是过了左逢的一支票 那么这里你们看 他昨天是不是架涨量说的 是不是架涨量说 跳空面补于是我我们开盘的时候 55块钱 我净价买了 昨天买的 买完之后 本来有一个上工 双峰不过回来了 尾盘拉了 尾盘也拉 我就知道有戏了 你们看 今天是不是低开了 低开有没有破55呀 低开没破55对吧 低开没破55那就持股 那就持股看他上 你看到没有 像这样的票 你们看趋势是好的还是坏的 您告诉我 找一支票 趋势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告诉你 我又找到了一支 勃利特 那他就是一个好的趋势 对吧 是一个好的趋势票 他的趋势没坏 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一支 这一支的 对吧 我就没买 包括你们说的大师兄这支股票 叫688055 我也没有 我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这支票的是 你们看 他的开板比高亮 今天是开战二一位 是不是开战二一位 低开高走 全程都是飘逸的 盘中停盘 零停了两次 收盘收在35% 但是这样的票 我告诉大家一句话 确认的方式是零号 低开 叫大跌的 我这轮看盘很准 创业版 一般这样拉的话 第二天洗盘的很多 第二天洗盘的很多 这是肯定的 洗盘的是非常多的 洗狠了 再上 才对的 你可以把这支股票 加到自选里面去 只要它是低开 你就不要抄底了 低开往上一拉 你就 上 好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不管它 它今天不设涨幅 盘中一道达到了51% 对吧 是盘中达到了5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的 也是一个非常强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票 忘了 忘了 688357 好 你们看 688357 板后单枪 有序缩量 高量不破 零号腾空 像这样的票 是不是可以 你们自己看呢 是不是可以看 板 高量单枪 有序缩量 高量不破 零号腾空 这是不是单音不适应呢 看着单音不适应吧 对吧 单音不适应的一个 好 这是一个 所以这样的票 你也值得你关注 它的康梯 是不是在递降啊 康梯在递降 它形成进攻型 像这样的票 你们都可以 架到自选里面去观察 去观察它 这是有权限的 我不能光讲 没权限的 这都将近一千人 是不是 不能光讲 你也有了 别人没有了 那别人要做科创的 怎么办呢 是不是 别人要做科创版的 同学怎么办呢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科创版里面 今天有几支 还有一支票 更强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 科创版里面 有一支票 打了 打了 打了什么 打了一支版的票 你们看 狗里这支票 它也是汽车 它里面 它太凶了 科创版里面 它可以将近打了一支版 我没见过 打一支版的 真的 打到20%的票 直接差不多 打到20%的票 我今天真的 好 你们看一下 这个票很简单的 你看 它里 吸筹下来 是不是拿高音吸筹 一路吸的 对 一路吸的 然后从这里开始 就有一波功 抵贷逐渐抬高 是吧 抵贷逐渐抬高 那么注意 这个票就慢慢的 他要把这支票 去打了 把这边呢 要去打干掉 这是风 对吧 你看它明天怎么开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没有 他明天可能会往上开 打一个单枪 把这里去解放一下 然后再来看 站稳凹风 再说 好吧 站稳了这个风 再说 这是要注意的 像这样的票 不要去瞎追 不要去瞎追 好吧 一定要注意 这个稍微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讲一下 000828呢 还有五分钟 是不是 我们刚才有位同学问华昌达 我讲了这么多 我发现都是白讲的 前面的案例告诉了 我们党后贾英的票 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还要问华昌达呢 那前面的案例 和大家都讲了 华昌达是贾英 应该怎么办 每一支股票的案例 都是一样的 一个战法 为什么都要重复几次来讲呢 统一用的都是一个战法 对吧 用战法应对 版后贾英的票 高位 一二三四五六个版了 是不是六个版了 那么这样的票你说 还在签牛 那我就不懂了 我们就不懂了 我们为什么呀 每一支都讲的类型呢 就刚才和大家都讲过的一种案例 就没有必要再问了 好不好 没有必要再问了 都是贾英战法 贾英战法 自救 你走人 你当鹰看 高位的贾英有点悬 明白这些什么 底部的比较顺了 腰部 底部的比较稳 腰部比较顺 顶部比较悬 有一点阶段性的出货 但是你贾英这样 他明天有个自救 自救 他不过顶和你说过了 不过顶怎么办 不过顶你就出呀 那每一支票都要这样来讲的话 他学的知识有个狗屁用啊 你看 我们刚才收平和大家讲了这些贾英战阳融合稿 是不是 赤字上涨为强 部长应该缩量 对吧 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还等他缩量吗 你应该先走呀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说你等他自救 这是一个 每一个战法都和大家讲的非常到位 没有必要再再来强调一次 是不是 好 今天的收屏就到这里 懒得再讲 不执行纪律 不想再讲 收屏到此结束 不执行纪律 那我认为 我能够取得到这里 没有必要 你吃了 这些贾英战阳 不想再讲 不执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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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